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一 珍宝格天价买160罗汉抗风鞋 昨日梧桐在直播过程中 帮老板榨出了一双160级的罗汉鞋子 初始敏捷63点 更为重要的是附加了1.33%的抗风 这是全服唯一的罗汉抗风鞋 在出炉之后就引来了不少老板的竞价 最终这双鞋子被珍宝格的老板 以80多个的天价收入能中 两20周年区出85级别愤怒 20周年区这一次真的出大祸了 梧桐在给潘总鉴定80腰带时 直接炸出了一条无级别愤怒腰带 兄弟们 你们觉得在这疯狂的20周年区里 这条腰带能卖到什么样的价格 3.三伤害疑速度戒指交易 水破梁山这个140级戒指 属性三伤害疑速度 综合达到了89点 打了11段星辉石时候 以48个的价格卖出 对于175暴力三公队的老板来说 这个戒指特别实用 4.新出145级别女衣 新出一件140级的无级别女衣 出房239点 利敏双加46点 还可以容炼不少属性 这位狗托第一时间发传音进行了炫耀 5.120无级别光辉鞋交易 东海捞山的120无级别光辉鞋子 打了16段黑宝石 最终的交易价达到了53个 6.红孩变成PK黑科技 新出不久的超级神兽红孩 已经被玩家开发出了新用途 那就是全部体内加点 专用单法亲对面的宝宝 俨然成为了PK当中的黑科技